这球提刺了 所以的话球还在广州队的控制之下 再多球门的后脚漂亮 高准毅刚说 一脚漂亮的外围软射 高准毅帮助广州队在上半场的第35分钟 一比零领先 卡纳瓦罗和他的翻译李白 两个人也是喜笑扬开 这个球打得真是相当的精彩 但是这个球是迪奥曼德自己解为失误之后 继续让广州队拿到了外围控球的机会 这脚打得真漂亮 这脚是射门 这脚不是山球 而且这脚球还真不像是蒙的 他是故意要想转这个球门的圆角 关键是之前这个脚腕这个变化 是吧 是 摆脱了这个防守球员的 很短的 很短的这样一个距离 是这样 但是作为 杨立宇看看一对三 侧向的转过来 中一号 中一号的团队不错 看后点 后点 调整 面对出击的门将 再调整 球进了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 广州队这一边 将场上的比分一举反超 这一次广州队从边路发起的进攻 然后呢 中路的投球摆脱 再转到远端 高准意停球 尤其是面对门将出击的情况下 接下来所做出的反应 非常的冷静 冷静 这个球是高准意的冷静啊 因为在这个球漏到了后点之后 守末员确实 他因为后点确实是一个控制 控人的状态 所以呢 他把自己的这个位置也都失去了 那么上了分子 这样角度 本身也是一个 本身也是一个右脚球员打左路的这么一个 你看 看清楚啊 这次 加冬中做的 往过胸渊 停也很冷静 拨也很冷静 设的也不错 高准意这个赛季 在中超联赛当中的第二里进球 看他们来处理 徐昕再分到右边 还是给静静倒 又漂亮 起球到中间 还是费莱尼啊 哎呦 绝杀 绝杀 费莱尼啊 这真是一个绝杀啊 要进得漂亮 这个球真的是在最后时刻 费莱尼换上之后的高空轰炸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 这种时刻让他上场 这种时刻他进球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性操作 但是对于这场比赛 对于山东泰山队来说 这是他们战术目的得以实现的 而且这个球是在双方 刚才我们提到了互相反复的快攻 与反快攻的这个对抗过程当中 就是看谁犯错 因为这个球感觉就是 山东泰山队从中路 分到金竞道这边 金竞道在从容的拿球 观察 起球 就这两个点给的太轻松了 是啊 这两个点没有压力的话 金竞道起球之后 他可以清楚的观察 未来你的跑位线 还打了一个张冲的这个 鱼子谦的一个穿荡球 来看一下 穿荡球 太过于拖大领这架球 是 正好金竞道 先插身后 但一看是球传短了 马上改身前 他这种连续跑位啊 给他自己带来这样一个很好的进球 就是从防守原则上来分析的话呢 其实像刚刚这个球啊 秦升直接一招 没给我们太多这种打门的好机会 看无锡 好球来了 绝对的机会 好球2比0 这个就是我们后插上嘛 对吧 没错 我们现在要有这样的啊 不插上 我们现在太少了 你看 有了 这球也进了 是上场38 两个人传跑 来通过半径再看一下 时机非常好 完全没有约位 这个球是无锡的助攻 吴清涵 看无锡这下给的呀 两个人完全想到了一起 穿破了对方的防线 就是你能看到这个球传的很好 跑的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就是我鼻子希望 对 这次配合应该说非常绝妙 对手这会儿 我们说在我们的 一直强大的这种进攻的威胁之下 后防线已经开始有一些松散了 但是近些年更多了 然后恒纳那是近些年 这球孙准浩转圈的时候 被如尼尔把球断掉了 如尼尔断得很聪明 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 第一个进球 他其实还不怎么去到这个位置 他不怎么进攻 可能也是今年第一次到那个地儿 但是一个纯防守型的后腰 这个球呢 孙准浩转身的这一下 没有想到如尼尔在后面如影行随 转过来以后 虽然埃里克没有处理好 但是埃里克信了防守的火力 把这个近区湖顶这一块完全放空了 对 王瞳这一下有点 反正开始整个 其实这会儿山东都有点太松散了 整个无论传球啊 包括向前那都是比较松散的 光文这一脚呢 没有打出特别雕的角度 我们现在在受阅二刀里面 中文文字还不上 你们就被我们大 коп 我们就在想到